紅心巨龍搞定全部馬筆準備 托當第四場三班二千米的長途賽事準備 一開閘時爪王豪火慢閘 前面快的馬 見到中間有強中堅內蘭紅心巨龍 中間保證保騎上去 再見到在外面有富貴榮華雲尼娜 最出還見到足智多謀 後一點馬才見到這隻友誼大師 內蘭幸運勝利跟前很多 中間紅白橫衣衣還有威風猛將 內蘭尾三慢慢縮進去 內蘭有爪王豪火 尾以極速包尾就是公平競技 兩馬都縮在後面跑 開始跑對面直路過千四米斷柱的時候 前面帶出來的馬就是這隻寶正寶 跟著第二位外面有這匹就是雲尼娜 再見到第三 內蘭就是紅心巨龍 再在外面位置就是這隻富貴榮華 中間位置有強中堅內蘭幸運勝利 再後面有友誼大師 威風猛將 內蘭尾四爪王豪火 後一點的馬才有公平競技極速 還有一隻就是海洋活力 過了這1000米斷柱 保證保依然是帶頭 第二位就是這隻雲尼娜 內蘭第三就是這隻紅心巨龍 再見到第四位的馬有富貴榮華 中間強中堅 一路內蘭 跟著很前 就是這隻幸運勝利 再在外面位置有威風猛將 粉紅衣有儀大師 外面位置還有極速 後一點的馬才有爪王豪火 公平競技和海洋活力 直路差不多了 前面透出還是保證保帶頭 中間雲尼娜 外面率先發力有威風猛將 內蘭在等位 一隻紅心巨龍 內蘭幸運勝利 有兩隻大閘出來跑上二千 結果我們不知能夠撐不撐到位 外面追上還有極速 鬥到最後二百米 前面威風猛將已經先走出來 前面先走出來 前面紅心巨龍現在趴著 再在大外當中 還有這隻友誼大師 內蘭就是幸運勝利 最後一百米 威風猛將 穩操勝券 內蘭現在找到位 追上來 幸運勝利跑第二 第三是紅心巨龍 第四是友誼大師 結果最高級數 曾經顯示過這隻威風猛將 有兩個大閘出來跑上二千 結果早段雖然三疊 他真的超 可能又入彎已經一早發力 內蘭和紅心巨龍 大家都等位 結果幸運勝利第二 紅心巨龍第三 第四是友誼大師 有三班都贏得很輕鬆 四連環派212元 二三名就反而紅心巨龍 找到位先 幸運勝利還要等那隻保證 最後幸運勝利就 爬過紅心巨龍 叫做熱門都補回Q膽了 不過以這個走勢 就算裡面那兩隻不失 我看都未必夠他跑 他已經兜大彎 在轉彎那裡踩上來 他說 我格格地上跟威爾頓 桃花心那些跑 同場國 是的 一起跑的 現在你落到這個評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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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潘頓今天也贏回場 好 好 這位媽咪是否打算拿這麼多場的簽名 接著拿去放手 收藏 15場的頭馬,潘頓今季 雲妮蘭何俊那隻很重過關輝 不過之後也沒有什麼表現 待會她那隻駕穴就成為了待會的大熱門 一日一日沒有,這個騎連合作 第一次Kill,八個Win 看看怎麼跑,二千米的途程 一起步,爪王豪火惡景惡 其實開門那隻海洋匯力起步很快 但怎知旁邊又有富貴榮華,又有保證寶,雲妮蘭 又在裡面,一頂頂去六七踏 結果越拖越後 現在在前面我們見到就是保證寶,紅心巨龍 旁邊白帽就是強中堅 然後才見到雲妮蘭上去 後些就是那隻幸運勝利的貼籃 然後在旁邊有二大使 然後就是富貴榮華,移回後些在開邊 後多一陣才是海洋匯力在開邊 中間那隻就是威風晚將,看看什麼時候發力 貼籃就是炸王豪火 包了內美的隊就是極速和公平競技 剛才朱仔都說了,閘前比較積極就是潘頓那隻威風猛長 雖然他都不是很快,但也叫做... 爬得住 爬得住 爬得住那個領位 都知道的了,可能 雖然前面捕捉快,但馬群扯不散了 一扯不散,就已經一早跟他轉了出來 爬得住 反而國能的那一隻優移大使就不累了 其實贏都是贏到這裡 爬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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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都要等他,你還是要跟威風漫長,沒有分別的 看他怎樣塞 裡面兩隻,毛思義和韋達,看他怎樣去欠那個位,去等那個位 潘頓已經出頭了,先走了 黃森巨龍說,嘩,好久,這裡又有個位了 但後面韋達說,那我怎樣 現在才能牙倒 要等那個保證保毛,他才可以走出來 外面一隊都網空了 因為他臨尾都可以反鮮 紅森巨龍半個馬位 只有他一隻可以逼近到頭馬 撲綁完筆,派彩作實 位置Q,五答九牌53元,五答十牌58元,九答十牌44元